这是中国迎接各国领导人 参加APAC 亚太金河组织会议的隆重场面 这些中国提供的豪华轿车 都是防弹的 宰歌宰舞的少数民族 象征着和谐 这是中国近年来 所举办的最大一次国际盛会 中国主席习近平 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现出特别的友好 但对日本首相安倍 则态度截然相反 日本等了两年 才等到今天的会面 这可以说是 中日两国紧张关系的破冰之旅 然而 习近平严肃的表情 说明了一切 习近平既没有微笑 也没有回应安倍的问候 看来两国关系的回暖 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而在陪伴其他领导人赴宴的途中 习近平又恢复了微笑 习近平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美国希望能够主导和分享 推进该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增长 那么谁将在21世纪做亚太地区的领头人呢 中国的经济即将超越美国 军队也正在奋起直追 中国领导人正在谈论民族复兴 对中国来说 本次APEC会议 不仅是中国展示它可以举办巨大盛会的机会 它还想向世界证明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强国 而且它希望重塑世界秩序 但本次盛会却无法掩饰 未来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和不确定性 BBC中国事务总编辑凯瑞从北京报道 Kerry Gracie BBC News 北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追赖 订阅 转发 打赏 敏 看